今天是老爸 我是神秘主廚 嗨 我是Abi 這是我們陳媽媽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我們的 神秘主廚跟我們的陳媽媽 一起來示範這個曲奇餅怎麼做 今天我們來介紹的是簡單好吃 然後變化又很多的曲奇餅 這個非常適合烘焙新手來做 然後這真的是還蠻好吃的 準備的材料 有奶油 然後糖粉 低筋麵粉 杏仁粉 蛋黃跟奶粉還有全糖 這個這邊準備的是250公克的烏煙烘焙 然後放進去 然後我們今天準備的是獎狀的攪拌器 要掀開 對 掀開慢速 這款曲奇餅的話我們不建議打發 因為打發的話你待會擠的時候 紋路會消失不見 所以只要拌勻就好了 他們用的食材跟我平常買到不一樣 連這個奶油的香氣都不一樣 這比較清香 我們今天做法是用彈油法 所謂彈油法就是彈加油 再比打發 或者是拌勻就叫彈油法 然後加入粉類啊 那你都要用從低速開始喔 然後噴著你滿臉的東西 低速 對 低速開始 拌勻就好 如果各位想要打發的話 要怎麼判別打發呢 就是 就是你速度稍微快一點的話 它的那個奶油會呈現稍微的 就是顏色變淡 會變得稍微有點白色 然後那個會 還有羽絨狀 就是會有一根一根一根那樣 像那個鳥的那種 那羽毛那樣子 那個就叫做包包 最容易不好的食材是什麼東西 最容易不好的食材 就是裡面 就是外面的餅乾啊 嗯 有不好的成分 最容易是在哪一種材料上 油啊 奶油啊 因為你很容易買到那種 有仿式脂肪的奶油 現在都想求健康嘛 最好奶油 都不要含仿式脂肪 周老爸他們就堅持不要用蔬油 對 可是現在有些蔬油是沒有反食脂肪 但是我們做餅乾 還有做糕點都是用淨粉來用 對 好拌勻就可以了 香氣不一樣 對 好拌勻就可以 拌勻就加入我們的 然後今天我們準備的 好那個剛糖粉是 100公克的糖粉 加入我們的 蛋黃S公克 還有一顆的全泡 對 蛋要慢慢夾 然後 對 要泡瓜 好麻煩 真的會長得一些 這邊是20公克的蛋黃 跟一顆的全蛋 這個也是慢嚼 對 然後要刮一下 然後蛋要完全吃進去 這裡的蛋啊 然後建議使用室溫的蛋要完全推平 速度可以稍微快一點 用二 現在用二 好 可以用到三或四 用三 對 馬上加速嗎 對 速度稍微快一點 它再快一點 對 它快一點的話就六喔 好 這沒有法沒有法 今天我們那個糖油是沒有打發的 今天我們準備的是 30公克的奶粉 然後 300公克的雞精麵粉 10公克的杏仁粉 好 杏仁粉它含有50%的油脂 跟蛋黃的效果是一樣的 然後 這樣子的話它餅乾吃起來會模糊 對 如果你不加杏仁粉也是沒有關係 還有加杏仁粉它會有一種蒸果香味 好 要繼續打 對 要慢速喔 要最慢的 最慢的 油粉 油粉就要慢速 對…不然 你可以試著這樣快速 那你待會要先去洗眼 不要喔 我就準備髒花蛋 待會要先去洗眼 然後 打勻之後 就完成我們今天的這個麵糊了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了 對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打勻就好了 現在半已經覺得很濃稠 要放了 放裡面就好了 對 你可以一分次 往中間擠下去 然後稍微壓一下 然後稍微壓一下 因為我們稍微要擠果醬 所以 就是 擠的時候啊 擠完之後 稍微壓一下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洞 如果你的間隔要取好 不然它 不然它會稍微… 對 最難的我覺得就是 它會稍微擴散一點 距離啊 量啊 距離要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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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也可以 逆順時針這樣子擠一圈 對… 對… 這個這樣嗎 不會啦 我等一下先練這個 這樣就好 然後你也可以擠直線啊 或者寫名字啊 什麼都可以 然後你要拿直一點 對… 對… 我覺得擠花超難 然後… 然後往下壓 對… 對… 喔 壓到… 不錯… 這像菊花 技巧就是… 一開始擠就靠近盤子 對… 這要繞兩圈嗎 一圈就好 一圈… 然後也是要靠盤子一點 對… 好… 好… 我們上面… 好… 今天我們準備的是 草莓跟藍莓果醬 就是一般外面超市買的果醬 嗯… 你也可以用其他果醬代替 嗯… 如果你要擠巧克力的話 不建議你就擠的時候進去烤焙 巧克力的話 你就是要出爐之後 再做巧克力的裝飾 整整的烤焙的時間大概是15分鐘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才12分鐘 然後… 待會… 時間到我們就拿了 對… 然後不要忘記喔 每個禮拜二 每個禮拜二 是我們的烘焙直播室 它如果有需要的 就是如果有喜歡我們 我們… 這個節目的人 可以打我們底下 有個電話 底下有個電話 02-218-558 來預訂我們的課程 那我們的店呢 就在新店的中正路 新店的中正路 新店的中正路 一些… 陳媽媽是我們那個 烘焙幼稚園的報酬的人 然後歡迎大家一起來報酬 陳媽媽是不是很有趣 對… 呵呵呵 我有接觸到一些自己 沒有學過的食 沒有用過的食材 沒有學過的技巧 非常好 讚 讚 好 成功後來報名 成功 成功 到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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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